可我联系不到作者 想请你帮帮我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写的 在13岁那年 齐悦第一次遇到了安生 你慢点 我给你编 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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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特别特别有钱的话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你要去哪儿 我妈说 女孩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 为什么 这个地方太小了 我早就厌倦了 齐悦从安生那里学会了离别 也学会了思念和等待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交换人生吗 我每天都在享受着 酸甜苦辣的人生 那也有这些人就容易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 齐悦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安生 注定要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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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